晚上七点半 中国女足生死之战 央视做出安排 谁尽下 别无选择 大家好 我是请的猪八戒 动格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 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章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 中国女足近日也迎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 那就是巴黎奥运会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比赛 中国女足如果想在奥运会的大舞台上去大展拳脚 首先要过了现在这一关 中国女足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骄傲 素有铿锵玫瑰之称 但今年以来 中国女足遭遇了非常严重的低谷期 战绩是大不如前 2023 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作为亚洲冠军 被外界可以说是寄予了厚望 但最终我们在世界杯赛亚上早早出局 不久之前的杭州奥运会上 中国女足拥有主场优势 是金牌最有益力的争夺者 但最终中国女足被日本女足 三队淘汰出局 仅仅获得了季军的一个成绩 这个成绩是远远没有达到外界预期的 所以说球迷们 希望中国女足可以在本次奥运会预先赛上 打出亮眼的表现 从而拿到奥运会的参赛门票去重拾信心 中国女足本次比赛 大家看到被分在了B组 我们将直面朝鲜队 泰国队和韩国队三大对手 只要中国女足拿到小组第一 或者拿到所有小组最好第二的成绩 我们将直接进行到第三阶段的比赛 中国女足是有一些压力的 但考虑到小组对手的实力的情况 外界还是对于中国女足 本次赛事是充满了期待 第一场比赛的中国女足面对朝鲜女足 朝鲜女足被外界视为一只神秘之士 很少去参加国际上的赛事 中国女足作为一家州冠军 在今夜和球员能力层面 都要是更加的突出 外界对于本场比赛的结果是相当看好的 但最终中国女足1比2输给了朝鲜女足 迎来了一个开门黑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让球迷们 让大家始料未及 这场失利也为中国女足的未来 可以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国女足很有可能无缘参加巴黎奥运会 首战输给朝鲜女足 导致中国女足的现在的情况 是相当相当的被动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取得两连胜 必须要战胜泰国队和韩国队 才有机会走进预选赛的第三阶段 一旦再输一场球 中国女足将无缘参加巴黎奥运会 泰国队的实力是相对较弱的 但韩国队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中国女足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生死之战 根据赛程显示中国女足的第二场比赛 我们将直面泰国女足 比赛的时间为29日晚上的7点35分 鉴于本场比赛的重要性非常之高 央视也迅速做出了安排 将在体育频道全程直播本场比赛 球迷们届时可以大爆眼福了 泰国女足虽然实力相对要差一些 但中国女足千万不能够大意 必须要认真的对待这个对手 现在的这种情况 水沁霞也变得别无选择 我们必须要胜利 否则将面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中国女足今年成绩剧烈的下滑 水沁霞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再加上前段时间多名中国女足主力队员 公开质疑水沁霞的选人和用人标准 中国女足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水沁霞再度被质疑 现在外界已经出现了 让水沁霞下课的这样一种声音 并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水沁霞他必须用胜利为自己证明 不然他很有可能会下课 不管怎么说吧 让我们再次为中国女足祝愿 希望他们可以一切顺利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后期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